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 我是胡凯纯 厨房里不可或缺的用品菜刀 在没有机器的年代 得靠打铁师傅一锤一锤地敲打 模制出来 随着技术进步 台中一间菜刀工厂老板王晴宜 将传承自父亲的制刀技术 开发出自动化制刀机具 从成型、焊接、淬火、整频道抛光 都可以用机器取代人力 又能维持品质稳定 相较于传统的打铁 一天最多只能打20把菜刀 机器没有省略任何一道制作工序 平均每5分钟就可以生产一把 一年就能生产12万把的菜刀 在营业用市场是战略高达6成 来看5分钟制刀数 你看这个纸张 还是很厉害 因为它的热处理有控制 整个都是用机械化的生产 所以它的刀势都非常非常的锋利 王晴仪卖菜刀不怕自卖自夸 对自家产品的品质信心十足 这间位于台中太平的工厂 每年产12万只菜刀 在营业用市场市占率超过6成 能维持高产能品质稳定的关键 则在于它自己开发的自动化制刀机具 冲床机一年中压出菜刀外形 制刀用的钢板 王晴仪也相当讲究 不惜从日本进口 因为这个原材料是从制刀过来的 是叫做三合钢 中间包钢两边是不锈钢 是410的不锈钢 当初我民国70年76年的时候 一公斤才600多块 现在钢材一公斤就1200多块 我就把这个钢材 用成这一小块 这一块用410的不锈钢 用现在目前我开发出来的技术 用亚焊 自动亚焊把它焊上去 自动焊接比人工焊接 生产效率快了三倍以上 更能掌控品质 你看差不多10秒钟一把吧 非常非常的快 人工焊接的话 它本身它的体力问题 比较有杀眼 也没有办法这么平顺 改良菜刀制成 王晴怡让制刀也有了新样貌 其实菜刀大王早年是从市场 闯出名号 来来来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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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灭灭水灭香 灭灭水灭水灭 有一个公斤楼 没有一个公斤楼 没有一个公斤楼 没有去洋乘我来 菜宝今天是没有加点 人家说台中斤楼的斤楼 吃好真来还是外来 人家说台中斤楼 来我都拿去他问太多 斤楼的顺口溜 是王晴怡自创的 当年父亲开了一间打铁铺 十几岁开始 王晴怡就得骑着摩托车 全省跑透透卖菜刀 17岁开始我急着机车 全省去叫卖 到每一个全省每一个菜市场 卖猪肉的鸡鸭鹅 卖鱼的的商贩 我都会跑到那个地方 去推销我们菜刀的产品 所以这是今年累业 就是有这样子 但是你不是说 白天做刀 晚上卖刀的那段岁月 磨出他的坚强意志 和对品质的坚持 父亲经常提醒他 商欲是用钱买不到的 有色自然香 有色香的地方 一定会很香 你今天你的刀子不好 卖出去了一次而已 只有赚客人的钱一次而已 但是你今天你把它放回来 好刀子给他用 虽然说没有赚钱 但是赚的是商欲 王家的菜刀 市场知名度越来越高 三十多年前 父亲在南投盖了 三千平大的工厂 将生产重心 转往销量较大的西餐刀 但王晴依不想放弃 中式菜刀的市场 于是在三十二岁那年 他决定创业 买地盖工厂 以生产中式菜刀为主 这个是传统产业 它传统产业 很多找不到工人 很辛苦 找不到工人 后来我一直想 把它最困难的地方 慢慢把它采成自动化 不用师父 传统打铁 人力缺乏的难题 反倒成了它 研发制刀机具的动力 一片片菜刀 列队准备接受烈焰洗礼 这部机器叫做热处理 刀子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热处理 它就是人 好像是人的心脏部位 因为你假如说热处理不好 它本身硬度不够 硬度不够 它力度就不够 传统打铁的热处理 也就是脆火 能由师父守在炭火前 凭经验判断 要烧到什么程度 但这里全用机器控制 墙壁上密密麻麻的工事 将不同刚才热处理的温度 和时间标准化 确保每只刀子硬度都一样 像我们现在目前 在作业的非法刀子 是日本料理在用的牛刀 它的含量很高 所以它的焦热温度 要1050度 砸下250万 自己设计打造脆火机台 但并非一开始就成功 失败的经验 让它缴了不少学费 差不多是差不多三四百万 这是第三步才成功的 因为现在不过目前 我这个加热 以前最刚开始用油加热 再来用瓦斯加热 再来用线圈 花热线圈加热 现在是这一步用碳磅加热 碳磅加热 它的温度 里面的温度 它很均匀 很稳定 所以降低它这个失败率 越挫越勇的它 不因为挫折而放弃 不断地专严改良设备 让制成更省时省能力 以前抛光是用手工 用人工的 像这样子 黑黑的 用手工去抛 但是你手工抛 它会体验体验 它不会很顺 所以后来我用这个 用这种机器的话呢 它很快 几秒钟 就准备这样子 一只菜刀从成型到抛光 传统打铁 八个小时大约打二十只刀子 机器制刀流程标准化 平均五分钟可以做好一只刀 每个月能生产一万只 每一道工具是算秒的 汉阶 十秒 正平 两秒 研磨 四秒 都是算秒的 所以在产能方面 是会提升 努力提升产能 尽管外食人口增加 年轻人较少几半 但王晴英认为 市场仍有成长空间 一个家庭里面至少 有五六把刀子来上 你今天你给我买了这把刀子 二十年龄 二十年后 你儿子要结婚了 就组织一个家庭 还是要买刀子 你的女儿结婚了 还是要组织一个家庭 还是要买菜单 所以这个数量它在增加 打拼了大半辈子 现在王晴英逐渐将工厂的管理重担 交给小儿子王子峰 从小他就跟在父亲身边 学习制导技术 要管理一间工厂 你不能什么都不会 这样员工不会幸福你 所以我每个工序 我都要一清二楚 包括他们今天在操作过程当中 会有什么危险性 或者他们要注意的哪一些事项 我都要提醒他们 辛苦又枯燥的制导业 一路让他很排斥 高业的时候真的很抗拒 甚至因为我们以后门市 然后那时候 年轻的时候就住在走廊上 然后那女孩子从后面走过去 因为摩菜刀了 那时候说实在的 我就常问我爸一句话 为什么我跟我哥 要住在那走廊上摩菜刀呢 在父亲的开导下 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学技术 现在成了父亲已正的得力助手 店门口王岐大儿子王子亮 磨刀的手没停下来过 超过一匣子的菜刀店 提供磨刀的售后服务 业界少见 一天就从早一直磨到晚 没有去算那个数量 对啊 我看一两百只跑不掉吧 个性就比较稳重 比较沉得住气 对 不会那么容易生气 我从15岁磨到今年45 客人拿来的刀 不只要磨得锋利 还得应付各种奇怪需求 这把刀子呢 基本上客人的需求呢 就是请我们把它改成剑形 对 然后呢 请我们把这一颗 日本进口的木柄装到上面去 店里还有琳琅满目的刀 光是自家工厂生产的刀 就多达300多种 许多特殊用途的刀 这里都找得到 这把刀的用途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在 这个叫做糖果刀 我们在切牛渣糖啊 花生糖啊 对 它这把刀的弧度非常的大 这把刀叫做皮仔刀 猪肉摊呢 猪肉摊他们在去那一层油 要取那一层猪皮下来的 这把刀呢 叫做翻刀 一些喜欢登山啊 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砍柴啊 除草啊 非常好用 一只只锋利耐用的菜刀 背后是王晴依三十年来 不间断地努力 勇于创新 精进技术 它让传统打铁业 持了可以量产的产业 也为自己的菜刀事业 打下一片江山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Q软甜香的麦芽膏 是很多台湾人的共同记忆 但会做的人已经不多见了 在云林大批 有对夫妇徐明远 林秀春 依然坚持用古法来制作麦芽膏 首先要先花上七天的时间 自己种小麦草 加上纯糯米发酵 催炼出麦芽汁 再费时十几个小时熬煮 香甜不拧牙的纯麦芽膏 才真正出炉 这坚持不走捷径的古早滋味 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 更迈进了连锁有机通路 等到它的香气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肉再进去 其实麦芽它如果遇到高温 有时候它会很容易焦 所以就是一定要在有水分的时候 我们才放进去 林秀春手上的这一罐麦芽膏 没有加糖却有着复古的甜香 是它煮菜做饭时很常使用的调味料 做起来它的颜色会比较亮 而且就是会比较Q一点 然后它的甜可以代替味素 其实麦芽它是可以取代所有的 就是浙糖去做所有的食品添加 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出去的时候 在推广呢 我们也是会就是跟消费者 就是分享说怎么样去录菜 然后怎么样呢 就是加入我们的食材里面去应用 用麦芽膏来卤肉燥豆干和鞍唇蛋 不但增添漂亮的色泽 更提出了肉燥的酱香 只是这传统的麦芽膏 因为备工 会做的人是越来越少 手艺也逐渐失传 麦芽它的好跟坏取决于 就是麦那个小麦草的发芽率 做麦芽膏的工作 从照顾小麦草开始 自麦子发芽起 要整整七天时间 才能长出这一片绿意 一天要浇水很多次 就是可能在田底忙一些 时间到了还会来浇个水 然后再继续去忙 晚上如果 就是有时候中午太热 我们还是要收进去 收进去那个生长箱里面冰着 就说夏天中午的温度 三十几度 那个草很容易发霉 或者是坏掉 我们就要放进去 让它吹个凉 然后时间到再拿出来浇水 然后再收进去 第一个是先看它的根 它这个根很白的 这个就代表很健康 这个就是古书上记载的 那个青芽成品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整块就是 非常地洁白 就代表说它很健康 只要到了做麦芽糕的那一天 它们总是全家大小出动 准备开始正漫长的一仗 首先要把小麦草磨碎 我们现在是要把它搅碎 它比较方便跟 等一下的圆糯米去 去那个发酵 一定要用圆糯米 就是说一般的 在奶米或棚奶米 那个都做不起了 糯米还有两种 一个是长糯跟圆糯 它们自电淀粉含量 都有95%以上 可是圆糯 像这种圆糯米 它的自电淀粉的含量 是有时候会高达99% 以上了 所以用这个做会比较做得出来 营养系毕业的徐志玲 把爸妈教给他的麦芽糕技术 化为实际数据 帮忙稳定品质 但即便已有机器设备 和大型蒸汽锅帮忙 该花的功夫还是不能少 要不断用大铲子翻搅 避免粘锅 不怕麻烦 是把事情做好的唯一方法 这也是一直去抓说要怎么煮这样子 以前不会煮的时候 一锅两锅 这个水会一直加 就是说已经干了 可是饭还没有熟 就这样 就再加水 然后就加这样子一锅变两锅 煮饭也煮到炒饭 它甚至说发酵也发酵到炒生鸡 什么一锅都有啦 煮后可能一两锅 哇 这么久啊 对啊 以前做到这个麦芽 它的好跟不好 要到最后一刻才会吃到 对 到最后一刻的时候 一般都是不好的 你已经花了二十几个小时了 对啊 然后就整个就不行了 再把已经磨碎的小麦草 加热水搅拌融出酵素 接着放进蒸熟的糯米饭里 好让小麦草和米饭 能完全融在一块 就是现在 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要让它变成麦芽糖 麦芽糖水的 对 现在大概甜度都已经上去了 对 还是要时间好 让它就是说分解得更完整一点 这样子 甜度会比较高 这样子 其实看就是没什么 就是炒饭 就是饭 但是这些过程有吗 就是说你要 你要用心的去观察它 你观察它的变化 然后再用仪器去把它撤 然后就会 你就会有心得啦 这是徐明远花了两年时间 从好几次失败中得来的领悟 但其实当初会跑来做麦芽糕 得从这片绿油油的水跟菜田说起 从营造公司离开后 她跟太太林秀春就开始种植水跟蔬菜 专行当专业农夫 已有二十多年时间 我们在看我们的蔬菜的时候我们一定看它的根 所以我们一定是每天会把它掀起来看它的根的变化 而不是看它叶色的变化 那即使看它叶色的变化 其实它有没有就是营养不良 你从叶脉这边去看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如果是营养非常均衡的时候 它整个页面都是非常很均匀的 夫妻俩从无到有 虽然也慢慢拼出一点成绩 但菜精菜土的问题 似乎就像个无线回旋 每年固定就要来个好几次 逼得他们得想办法找新出路 台湾是宝岛 夏天菜不够 冬天的时候菜绝对过生 那菜过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想说 我可不可以种一些其他的东西 就是我夏天菜价格比较好 需求量比较大的时候我就种菜 那冬天的时候我就种小麦草 对 那个时候是要卖小麦草 对 那个小麦草一种了之后 发现就是说它太新鲜了 然后你要弄到消费者的手上 可能它已经坏掉了 变质了 然后再去慢慢找资料 就是说小麦草能够做什么 它可以做麦芽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 才开始切入 开始做麦芽这样子 等到糖化完成后 已经是三四个钟头了 接着把汁液过滤出来 再加热熬煮 要把汤汤水水煮到浓稠膏状 又得花上一两个小时 要判断的话就是说先看它的泡泡 因为一般它还是水分很多的话 它泡泡滚的就是像一般煮开水那样 它会滚圆的泡泡 那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它滚不规则的 代表说它已经快要好了 凭那个经验去看那个软硬度 那现在我们是用糖度计 那这个是刚刚前面那一锅已经好的 这个温度已经到达那个 我们的那个标准范围里面 大概是85 百分之85以上 花了十几个钟头才完成的麦芽膏 比起一般金黄色的麦芽膏 颜色更深邃 透点亮亮的黑 吃起来甘甜滑顺却不黏牙 最简单的应用就是加到那个牛奶里面 其实麦芽牛奶对身体是非常滋补的 多少的量就看个人的喜好 然后这个牛奶一定是温的 因为麦芽碰到温它很快就会融化 所以你们看到它有温度了 它那个麦芽的颜色就出来了 用心讲究的麦芽膏滋味醇厚 是很多人记忆中的古早味 一开始从路边摆摊市集百货公司 到迈进有机商店同路 这一路他们走了将近十年 我们一路上是从路边摊 然后跑到中央 然后跑到我们的百货公司 到我们的有机同路 这个过程其实也蛮久的 但是其实我一直坚信 就是说一个好的一个产品 其实它是需要时间去酝酿 我们不会很在意说它卖的多少 但是我们反而会在意说 小农其实它是没有办法把大量产出 但是没有办法大量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的质量一定要拉高 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开始 就是很坚持它的质 林秀春把做麦芽膏的标准 又投入在做冻干水果的研发上 从原料挑选开始就特别挑剔 其实一般做干燥水果 它的水果的品相并不需要很好 甚至是一些刺激品 或者是一些就是品相不好的水果 都可以做 但是你冻干水果 一定要挑选品相好的 然后你看这两颗草莓 它的品相都是非常好的 色泽要鲜艳而且要饱满 它不能够有一点点的瑕疵 仔细挑选出色泽鲜艳 又瘦大饱满的草莓 确保外观的完整 才能进入真空冷冻程序 这个叫做真空冷冻干燥 这个就是应用那个就是水的三态 就是说直接把水果结冻之后 让它从固态到气态这样子 没有经过液态它就不会分解 在真空状态下 将水果经过冷冻干燥处理 完整保留水果的原色原味 无论是草莓 柑橘 还是火龙果或苹果 都成了色彩缤纷 吃起来又酥脆的心灵嘴 或许就是因为深深体会到 从农的辛苦 不愿意被大环境击垮的他们 不断地动脑筋 在每个环节想新的办法 这种想好好做的心情 也让他们拥有了 专属于自己的精彩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一个环保无独的环境 需要的是整个社区一起来努力 在桃园县龙潭乡有一个社区 一位热心的社区总干事黄玉琴 认真推动让生活更美好 他代制志工将闲置空地 开垦成无独农场 并推广客家聚落里常见的艾草 从种植制作艾草馒头 和熏香用的艾草卷 研发出许多艾草相关产品 带动当地产业 还把近五重的鱼鱼 用来照顾社区里的老人家 让长辈们能安心养老 社区鞋毁的厨房 是附近婆婆妈妈的聚会中心 做菜给长辈们吃 是他们每天一早的功课 我们都会有一个主菜 然后一个副菜 然后再加两个青菜这样子 然后再一个汤 菜脯蛋炒青菜南瓜饭 还有香喷喷的卤肉 每一道都是家常道地 妈妈们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要赶在十一点前准时上菜 我们都是一到五都工餐 一到五都是不同一个人 反正就是每天都是不同人 年龄的话都是大概平均 平均大概都七十岁以上 你自己做的 对对 反正有做就大家吃 一个人也吃不完 海拔三百公尺的桃园龙潭高原社区 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客家聚落 五千六百位居民里头 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家就有五百六十位 白天年轻人出外打拼 家里的长辈需要有人关心 就是很舍不得看到老人家退休了 他坐在门口 或是甚至坐在马路边 这样子在数车辆 吃那些灰尘 把他们聚集来着的 是当地的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 黄玉琴 邀请社区里的老人家 每天热热闹闹的吃顿饭 他们年龄层相符 年龄层相符 他们的话题就会一样 那话题一样他们就会聊得来 那跟这社区里面的互动 甚至跟人际之间的互动 不会说退休之后 就一个人闷在家里 那这是很可怜 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些长辈 你要比年轻人更忙 更忙就是照顾自己 把自己照顾好 不要成为子孙的包袱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这个理念 让他退休生活老 可以过得很精彩 能不收钱 当然靠的是政府的 一些小小的补助馆 然后再加上 最主要就是我们都是 以在地人照顾在地人的精神 强调的就是在地照顾 共村的精神在于陪伴 但这样的理想 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 社区里的艾草田 让他们找到了机会 两年多前 黄玉琴就号召当地农民 选定用艾草来打造社区产业 这个撒回去 这是它的 棕子 撒回去就可以再撒 对 一年四季都能生长的艾草 是生命力很强的作物 有着浓烈的芳香气味 不但被当作中药材 还能做成各式各样的美食 比方说我们要做艾草拌 艾草馒头的话 我们必须要采比较嫩的 它的纤维没有这么粗 也不会这么苦 那像我们要做艾草芋香 或者那个艾草安森包那一类的 就比较老一点的 它的香气会比较香 而且它也利用价值会比较高 你太嫩的话产量会少 社区里推广艾草的使用方式 帮助小农有固定的销售管道 增加收入 没有加入这个产业的时候 艾草只有在清明节的时候 做那个艾草会 一般我们农家都是 只有一年只有用一次 现在我们的社区有这种产业以后 它因为它推广很多产品 那我们这一些小农 只要一些小农 像菜园有一个小角落 我们就各自都有种一些一些 不是说很大面积 也就是不无小谷 我觉得比种菜卖好 还比较发散 但要种植艾草前 得先让土地进化 这对已经习惯喷药的农民而言 是个考验 对黄玉琴来说也是 他们就讲说那不可能 反正那很简单种 我随便种它都会长 我说但是你这块地之前有没有安全 为什么你这块地之前是种什么的 种茶的 我说种茶你有朋友吗 有 对吗 所以又听到他们这样的说法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说 那是不是他们要有心要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辅导它 从改善这个土质开始 好 芹菜 现在到过年都是这个时期的 他带着农民和社区志工 将社区的闲置空地开垦成无毒农场 还利用天然的皮糖作为鱼菜共生的无毒菜园 不管尝试 那现在竟然有人就是本来种菜的地方 他也把它清除掉 改种艾草 所以这就是要让他看到愿景 所以看到愿景很重要 他看得到我种这些 未来我可以 可以让自己很放心的 我种这没有问题的 然后社区他也是需要用到 然后他种了 他也可以帮助社区做更好的一个形象 好 先放一些水 然后艾草要放下去 因为它那个纤维 很多纤维 所以要分好几次打 将煮熟的艾草嫩叶或水打成汁 再倒入面粉 残入黑糖浆 要做的是艾草馒头 这是多久做一次 几乎一个礼拜做一次 有时候如果说有市集的话 有没有 我们会又更长 每次都要带很多出去吗 对 他们都会带很多出去 然后我们大概一次 我们都大概都是七八百颗 像我们这次我们就是 这两天就是要准备 大概七百多这样子 一次又一次的鸭瓶卷起再分切 一颗颗饱满扎实的艾草馒头 是这群社区妈妈们 一起研发出的新产品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炒 我们就放在蒸笼里面 蒸笼里面 然后拿到刚才我们蒸的那边 它那边有温度 让它湿度有够来 它就更容易发 刚出炉的艾草馒头 有着漂亮的翠绿色泽 一拨开扎实又有弹性 满是艾草的清香 那是公司要的是吗 对 一个 公司要的那你就把它拿回去 你就要把它打开 好 这样 社区妈妈们靠着这一颗颗的 艾草馒头帮社区增加收入 也替自己的人生下半场 找到新的生活重心 我们算二度就业嘛 离开社会也有一段时间 然后来这边社区做的话 比家近又有一份收入 算对我们很好 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来这边 让我觉得我的生活 变得很充实 不是说在家里无聊 因为我们孩子也大了 现在就是可以让我的人生 更丰富然后更充实 我觉得很开心 是希望说他们来到这边 能够学到他的第二专场 或是就像说他这边学的东西 他想要自己出去创业 或是就只要在家里做代工 就是说在这边 能够学到这一些技能 艾草嫩叶拿来做馒头 而比较粗的叶子纤维 有另外的用途 经过风和阳光 一个礼拜的洗礼 将艾草慢慢晒得又酥又香 要拿来做成熏香用的艾草卷 这个是搭好的粉 搭到细细的 先把搭好的粉倒到 倒在我们细细这个槽里面 然后用手 这样平均把它压实 压实的 平均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它压实到 每一根平均的 捡起来地下就会很漂亮 每一从头到尾都是一样大 一样的紧 利用身体的力量抵着 然后往后拉 然后整个板 这样这个卷一卷 这个支间感好像这样一断 再铺上一层卷纸 把艾草粉紧紧包在里头 就能完成一条艾草卷 这样就完成一条了 你看 如果很扎实的话 很均匀的话 它们从头到尾都扎扎实实的 就点起来这一支可以点三个东西 三到四个东西 点燃后的艾草卷 散发自然的香气 可以拿来驱虫防纹 艾草粉也可以加工制成 艾草线箱 艾草枕 艾草灶等疗愈小物 可贵的是 这些艾草制品所带来的收益 一半都将回馈给社区 作为照顾长辈的经费 在之前的没有这产业的时候 就比较觉得绑手绑脚的 会去站 就是我们会去控制 会去想说要有一点要节约 这些 但是如果有艾草产业进来 我们可以尽情的去发挥 想要照顾这些长辈 我们就像我们的布老歌舞团一样 要做什么 我们就会觉得比较大气一点 我们主要就是要鼓励长辈走出来 走出家庭 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面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老人家一起在这里运动 或参加戏剧演出 有了健康的身体 子女们也才能安心工作 我们这个叫做布老歌舞团 所以我们最高年龄是93岁 90岁以上有两位 85岁以上有15位 我就说很有尊严的养老 这就是一个活动 让他们在这边 不是吃饭 就是来这边就参加活动 在小小的社区里 黄玉琴这个社区总干事 能做的虽然没有很多 但她盼望很大 能让大家都真心感到快乐 见识她最大的成就 欢迎回到台湾尖善美 到处可见的左手箱 也可以发展出上千万的产值 位在南投集集的这家生计公司 老板林坤勇 原本从事底片代理 但20年前遇上九二一大地震 观光产业萧桥 加上父母身体不好 让身为独子的她决定返乡发展 并以记忆中 奶奶每天都会食用的左手箱为主 开发一系列的手工皂与洗洁用品 现在不但是当地最大的工厂 也提供了许多的就业机会给年轻人 让他们可以安心的留在家乡发展 左手箱它本身 种植在我们南投的 南投线还有我们这个棋棋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刚好海拔 那个还有它的温度都很适合 那这样子的话 种植起来它的叶子会特别的大 会特别的那个汁 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会更加的多 随处可见的左手箱 是灵魂用眼中的宝 因为左手箱它本身是薄荷科的 那它里面有花青树跟叶栗树 所以跟一般的花 跟一般的药草是不一样 因为它是大叶的一个左手箱 所以它的汁可以直接吃 叶子也直接可以吃 看种左手箱的营养成分 在这么多种类中 灵魂用只使用大叶品种 因为它的产能最高 萃取量大 最符合生产效益 第一点它好种植 再来它的汁也 里面的成分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试作的当中 就是它比较种的面积也比较大 它叶子一个叶子 它就可以抵小叶的就差不多10个叶子了 这里是南投积极镇 也是目前唯一一家 以左手箱为主要研发的手工造厂 将新鲜采下的左手箱去金只留下叶子 还要再经过RO水清洗 确保没有留下任何的尘土 或是不干净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留下金的话 金是没办法就是被完全分解的 那我们主要是叶片 它的营养成分是最好最高的这样子 不过左手箱要拿来制成手工罩 还得要先将它榨成汁 都把它搅到最细 然后变成说整个溶于水这样子 那其他的杂质的这个杂物的叶梗跟叶子 都不要这样子 我们就是要检查 如果有检查到的话就要把它捞起来 就要把它去除掉这样子 林家俊是林坤勇的大儿子 目前负责厂内的制作流程 要做出不干涩的手工罩 基底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一般这种罩机 跟那个传统的那种 那个香罩的罩机基底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是植物性的甘油罩 它也是属于热制法的热制型的甘油罩 所以它是在清洁之后洗点洗澡都可以 那在清洁出洗之后 是可以达到一个保湿质润的效果 将造气加热接着加进左手箱精油与原汁 当年林家俊退伍后就直接来到厂里帮忙 除了是不舍父母的辛劳 另一方面也是看好自家产业的前景 虽然身为第二代 但他还是选择从基层做起 为什么我会努力 为什么我会这么不顾一切的勇往之间 奉亡之间 就是因为我要做的这一切 要做的每件事情 要做的每一个管理 我都要非常的慎重 我都要非常的 比每一位员工还要更来得更精细 更精进更认真这样子 因为这个手工照事业 是父亲的第二次转型 再怎么说都要将它做到最好 为了给消费者安全的品质 在填妆的最后 还会再喷上一层酒精 除了是消泡也是再次把关 再来的部分就是说 为什么要喷这个酒精 是因为这个酒精 它是75%的酒精 它是有杀菌杀病毒的效果 那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 在填充的这个过程中 那我们的这个香皂上面 做的香皂上面 会有一些杂质 所以我们用75%酒精的原因 也是因为可以这样子做一个喷洒 然后把病毒消除消灭作用 左手箱手工照带有淡淡草本香气 这是原本从事底片代理的林昏勇 从没想过的发展 921大地震之前 它的事业版图扩及全台 年营收高达6000多万 但天灾过后 全台经济萧条 风景区也不再有人 加上手机与电子相机的兴起 才让它有了转型的念头 我有去过日本 看过他们的富士底片的公司的制造厂 那时候我会觉得说 电子的产品啊 电子的产品 还有这个科技一定会被取代 所以我回来就 921的时候我就放下 你每天来我来给你帮你肩子 很好很可爱 加上当时父亲用中风身为独子的他 说什么也要留在身边 回来后想起小时候的左手箱 于是他开始研究 要如何将左手箱制成产品 想来想去清洁用品相当贴近生活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要在今年人口不多的积极 开始厂房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为了就是说孝顺两个字 还有回来积极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 每一个乡镇 它很多观光工厂制造厂 它都会归于返乡 来成就一些年轻人也好 还是一些年纪中年人也好 也可以给他们多一点就业的机会 融解之后它就会变成透明的 今年32岁的厂长林昭平原本在北部工作 跟林昆永一样会回到故乡 是因为要照顾年迈的双亲 但回来之后却找不到适合的职缺 在属于乡下地方 集体这边的话 在就业环境里工作机会 对年轻人来说真的不太有战 因为太少太少工作选择 大部分选择只有像 除非自己家旅游开店 或者是农地 还好林昆永的工厂 所提供的就业机会 让他可以安心的留在家乡 因为这边这一间公司的话 刚好对年轻人来说 刚好算是一个新的基础 而且这一间也算是属于 在外面算比较信心 行业类 典业服 生物科技类的东西 所以在做的话 可能对年轻人会比较有兴趣 我们现在检测是它的PS值 就是我们基本上人体的肌肤 接受的温感 侧感 它的那个负感那种感觉 如果你太过于的减 太过于的酸的话 会造成你皮肤性的刺激 这里是林昆永所打造的实验室 全部的产品都是从这里研发 你说什么那配方它有分 就是有液胎的跟固胎的部分 对 然后你像是液胎的话 它做的方式跟固胎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因为左手箱手工罩一推出 就大受好评 在消费者的建议下 他们也将这样的配方 用在沐浴炉上 我们这个步骤是给它做到造化 造化 它跟市售上的沐浴炉差别就是 一般市售上的沐浴炉 它不会做到造化的 它就直接就是像是做成那个 鸡巴筋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这个是做到造化 就像是做成固胎跟液胎的区别 这个是手工罩配方的沐浴炉 那其实呢它不是真正的沐浴炉 它应该是所谓的液胎罩 一路陪着林昏勇打拼 太太许美娟也尽全力支持 只不过没有大牌子的光环 刚开始销售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但时间是最好的利器 慢慢累积的信用 这个MIP的品牌也渐渐被看到 因为现在网络都很发达 东西好不好用 其实就是要靠客人设止振兴 实际上去用了以后 而不是说经由我们经营者的嘴巴 讲出我的东西多好 一切还是决定全是在消费者的手上 这一棵呢是我们园区最香的一种左手香 那它的选名叫道手香 它这个叫做我们的围棋左手香 又称柠檬左手香 这是苹果左手香 看见父母的用心 原本担任国小老师的小儿子林家祥 也回来与家人一起奋斗 其实他们一路的幸福 我们都是看在眼里 我回来的时候觉得说 我到底能做到哪边 就是我还是有给我自己一个期许 这样子 那虽然既然我老师如果不当然 那我回来我就是希望能帮到 爸爸妈妈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呢 有没有看到我们前面的果汁机 对不对 那我们最重要就是把它撕的小片一点 然后我们把它直接 架到我们的果汁机里面 有了小儿子林家祥的帮忙 厂区还增加了导览 与手工罩DIY的服务项目 就是你做回去 你今天做出来是很漂亮的绿色 放到明天呢 或是放个两三天呢 它会变得很像微黄色这样子 就是我们这个新鲜左手香的叶绿素 它自然的氧化 其实没有当老师 那我也不会觉得说 这四年来 或是说之前是白学的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学以致用这个部分 不管是在导览上面 或是接待客人的这个部分 都是除了老师之外 其实才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我们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客人 那我们每一个客人 我们就是要让他 阐发出我们自己的理念 让他去了解 去感受得到这个部分 一家人同心协力 为了左手相努力 这块手工造 不只有他们对土地的感念 还有当初转型时 那份对良心的承诺 那边 沙特 是 是 有兴奋的